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里程已经被网上冠名成为最佳前男友 而且呢 还有人说他是妈不男 是应该哭还该笑的 妈不男这个听起来好像蛮有意思 什么叫妈不男呢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 特别好用 拿来就可以用 用来就可以扔 这说法好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成为妈不男 应该有几个特点 比如说第一个 你要无视对方的缺点 没错 第二个 还懒得要理他这些什么 啊 后台的传闻啊 不要理会 最主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当这个垫脚石啊 帮他出钱这个赎身 并且能建立工作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被甩了 你还要让朋友不要去质问他 因为人家还要在圈子里面混 这个叫做材真的好难啊 真的是好男人啊 这方面来看的话 李承还蛮好男人的心甘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他不只是一个好男人 他还忘了自己的女朋友 是的 你看这个张金宇 其实在跟李承恋爱之前呢 也只是在这个冯小刚电影《最深污染2》当中呢 露了一个小脸而已 就连三星明星也都算不上了 但是呢自从跟这个李承这个谈恋爱之后你知道吗 他就出演了很多经典的这个角色 比方说比方说这个《风神榜》里面的达姬 达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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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很好啊 然后还有这个《天龙八部》里面的康宁 再一个就是《神雕侠侣》里面的李莫乔 所以我觉得这么说起来 李承确实是一个生活中照顾他 事业上更照顾他的好男人 没错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其实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李承呢就出资了五百万 要把他从这个经济公司里面拾出来 然后从心建立这个公司 对他还这么好啊 对 所以你这么一讲 我觉得我对李承的一个印象 真是太深了 因为他不仅是好男朋友 最佳前男演化步男 他应该也算圈里面的黄金垫脚石吧 没错没错 真的你看 可以技术一下 很多女明星当他女朋友 都是踩着他往上走的 对对对 第一个拍那个《十七个部库》 当时认识出的女朋友牛某某 牛某某 人家现在呢张国立的儿媳妇 而且已经是张默的男朋友 女朋友了 然后还有说到就是这个拍演这个《十三格格》的时候 他跟这个李小璐是相识相恋了 并且呢传闻是他在他的大腿上 闻了一个鹿字你知道吗 好怕 但是人家这个李小璐也已经是 嫁给了这个富二代加奶量了呀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在拍《北极爱情故事》的时候 张欣逸嘛 对对对 也是打得火热 但是人家现在已经变成导演夫人 极别都不一样了 对 所以我只能说这个李承 你的命好苦 我今天要这样讲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李承你就是因为人太好了 但我始终相信你知道吗 就是好男人一定会有很多人强的 所以李承加油吧